前总统奖金国爱吃的上海菜 现在依旧吃得到一模一样的风味 照以前老师傅的菜 这样写下来的 这样做下去的话 都没有什么改变 因为一改变的话 味道就不对了 那我就坚持 就是惨动 就是以前的味道 它们在吃起来 它有这个家乡味 家乡味满足许多油脂 吃在嘴里 安慰在心 他被是中山堂旁的巷弄里 老字号餐馆 红道美国媒体都来报道 大火快炒 食材入锅 香气立刻扑鼻而来 上海菜的特色 是连小菜都讲究 所以像招牌冲烤鲸鱼 它久煮 可是还是要维持口感上 对对对 口感上这个是 湿豆懂酥懂吹 湿豆懂酥懂吹 红嘎很酥脆 汗动有VC 而且很够味 对对对很够味 这个味道一定稍微重一点 一定很好吃 这可都是磨了几十年的手艺 陈双旺其实是客家人 家境辛苦十岁开始当学徒 厨房里吃苦当吃补 这十个椅子排起来就睡觉了 小孩子很多 三四个小孩子都有伴 很好玩 好快乐 挨过就有心天地 立志要成为主厨 客家人的坚持性格 展露无影 因为我来这里做乡学 看那个师傅领钱 哇这么多钱 那我以后一定要站那个位置 给我站上去 现在我可以乡下 大家都看我这样 还坚持做不出完全一致的味道 宁愿不扩张赚大钱 所以儿子接棒 传统的好味道 仅此一将点无分好 在自己的手中 留住令人怀念的家乡味 客家主厨四十年的努力 不但满足了很多人的味蕾 也让这家上海菜馆 留下时代标记 吃豆豆薯董菜 喊动油蜜蜜 吃豆豆薯董菜 喊动油蜜蜜